謝謝主席,主席我同樣的問題要請教一下我們葉部長 是不是可以請這個部長上台 不是啦,今天部長都在現場啊,所以我們當然要請教他 來啦,可以了 是,部長 關於這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5號的解釋意志 我不曉得您對於這部分了不了解 585號解釋是有關319槍擊案,組成了真相調查委員會 那對於他的性質有所疑義,所以大法官做出了解釋 大法官基本上是認定這個委員會是屬於立法性質 但是他對立法的調查提出了三個限制 第一個限制就是這要跟立法本來的權限是相一致的 換句話說不能跳脫立法本來的權限 那第二個部分對於當前獨立行使職權的這些權限不能侵犯 所以法院本來 獨立行使的職權不能侵犯 對,像譬如說法院他本來已經存在的職權 那他還是應該讓他還是有那樣的職權 那第三個就是說過程當中對於行政的特權有關資訊的部分 要能夠掌握,在這三個基礎之下 大法官認為某一些規定是違憲的 但是某一些是可行的 這是四字585號解釋的內容 好,非常謝謝部長的說明 為什麼本席特別提到這個319的這個爭調會 當時核限性 其實大法官做出這樣的才是 同樣的本席要請教的就是說 今天我們立法院在審議的這個有關於黨產的處理 我們在行政院下設的這個政黨財產調查及處理委員會 他的權力有沒有過大或過當 或者是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設計有沒有違反 剛剛你講的第二條 就是憲法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權力分立的原則 而且剛剛其實所提出來的修正動議 就是說一個委員會的權力可以有這麼大嗎 就是說本會調查認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隱密遺漏 或對於重要事項為不實說明者 該財產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當時這個319爭調會呢 事實上被大法官這邊解釋為 他其實有權力過大的問題 他可能侵犯到其他的這個司法上面的權力 那同樣的就一個行政院下轄的 這樣子的一個委員會來講 他有沒有權力過大違反我們權力分立的問題 而且他可以很主觀地認定 經由這個委員會認定 他是不是有故意或重大 他認定就是 這個部分在同樣的道理上面 您認為呢 就您這個法律上面的見解 我的理解是現在定位成是一個行政權底下的一個調查跟決定的機關 那用程序比較公開透明來保障他的尊嚴 那對於原來有的法院的救濟並沒有剝奪 也就是他做出的決定 如果當事人不服 那還是應該到法院裡面徵送 那但是就這個程序的設計而言 包括這裡面所提到的對某些情況之下 他做推定或視為 我的理解是這等於是立法院本身 對這個委員會給他們做一些基礎的法律上 效力上的決定 對 另外一個 這個問題我想應該要探究清楚 這個時間已經很久了 剛剛其實部長的解釋也滿久了 另外一個本席要請教你的就是說 既然這是屬於行政下面的一個權利喔 他跟監察院 我要請教部長的是 如果我們憲法講究的是五權分立 今天到底這樣子的一個委員會 下轄在 就是我們行政機關下面的某一個委員會 比較獨立操染 還是應該要由獨立的監察院 就是來行使剛剛大家想要達到這些目的 你認為 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時間超過很久了 那確實監察院有他本來的職權 他的職權也隨著他主要是 主要是進行對政策的糾正 跟公務員的談合 因為這個案子過去監察院 所以這樣子的類型比較不一樣 跟今天要處理的性質比較不一樣 之前監察院也有什麼 那個王委員 時間超過很久了 講得快五分鐘了 好啦 我們在委員會就是要把問題探討清楚 這樣才有意義了 時間超過很尊重大家 好不好 好 先謝謝部長說你 謝謝 好 那個 我們這個 第九島都已經發言完畢 也經過充分的一個討論 我們已經截止登記了